大家好,我是Coach Henry 有少許跟大家分享 關於腳仔軟 在網球場打得下球 覺得腳仔軟怎麼辦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 另一個尾巴 可以令大家少一點 腳仔軟的情況發生 上次分享過 你們要吃東西 要足夠能力才去球場 這非常重要 另一件事是非常影響大家 就是休息 Before you play 如果你是早上打的 不用上班 這非常好 但有些朋友不是的 他們可能在晚上打電梯 沒辦法的 首先,我們先去打電梯 就確定早上打電梯 有休息的 早點 如果好,有些朋友不知道 早上打電梯 早上打電梯 不要看電話 早點睡 早點起床 要做一件事 要準備心理 心理 要做一件事 吃一件午飯 和一件事 都要玩 休息 所以睡覺 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件事 如果有朋友 沒有辦法 晚上打電梯 如果你可以 可以做一個小小的Nap 15分鐘都差很遠 有些朋友說不是 我Nap 完之後我慶不回身 OK 沒辦法 如果你常常可以養成這個習慣 我跟大家分享 我試過很多朋友和師兄 他們比賽 一天打兩場 他們一定會Nap 這真的幫很多 你試一下 當然是你人生第一次做的 當然不會是最有效的 你的身體也要理解 你整個長期間 有些少許Nap 是會幫到你手的 Rest 是非常重要的 Energy level 不只是吃東西 如果你真的沒有了 真的很累 我上次也分享過 有些少許Coffee 是會幫到你手的 當然不要加Sugar 我不加Sugar Coffee 只加啡 Let's go 第一次我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打了Program的比賽 我去Final 那時我們有一個 27歲 那時我是24歲 她27歲 她是Grad Student 她說試一杯這些東西 她說什麼 那時我先打 我不要 哇 Coffee Man 然後那一場比賽 我就好著了 OK 這個大家可以試一下 另一件事 就是當你打比賽的時候 千萬不要Rush OK 當你Change End 那時 人家有個招數 擺著頭 OK 因為有些Match 是沒有什麼安排的 就算你多拿少許Coffee 那幾秒 都是差很遠 長期做 Unless 有一個安排 去告訴你 OK 你有時間了 起床了 那是不同的 但如果你慢慢來 Pace 你自己記住 不是一個100米的Sprint 是一個Marathon 慢慢來 你就可以慢慢拖慢一點 你打 即使你可能贏或輸60 贏或輸60 沒有關係 但是你慢慢打 你的心情 你的身體 都會慢慢去 慢慢來 不要太急 你可以打得很遠 再增加一點 Between 你的Point 如果是比賽的話 Between Point Between Point 你On 的時候 就是 Between On The Point 當那個Point是Over 你就會關掉 你會關掉引擎 即是想像你有一個 On Off Switch 你關掉引擎 走廿秒 才慢慢回來 當然我們某個課程 Label 2課程 我們會分享 Mental Toughness 那部16秒的Cours 給大家 有興趣可以有WhatsApp 我們可以跟你們分享 這就是我們的分享 在Match裡面 你可以轉 Change Ends 和Between Points 非常重要 可能是Between Sets 你可以去Toilet Break 即是 take your time get ample rest as much as you can 當然有些朋友說 我不是打Match 我只是踏球 我只是練習 我只是練習 當然你也可以 apply剛才的Concept 來踏球的Session 也可以 有些朋友說 很有趣 我們會笑這些 他的Coaching 他會覺得 在Session裡面 他不喝水 打多一點 是會划算的 我告訴你 這不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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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反而 跟那個Coach 打得好一點 當球在移動 打得好一點 當你要去休息 你要去休息 我們有些客人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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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休息 喝水 可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短一點時間 是自己個人的 不用跟別人相比 你不要覺得 人家久一點 我要來過去 這不關事 千萬不要這樣做 還有呢 當你聊天 我們那些客人都要聊天 其他事情 也有一個意思 所以你必須 把你的頭髮 千萬不要覺得這樣 是不太划算 這不就是這樣 這不就是這樣 不是一個節目 我不喝水 我不是熟 我不是熟 十二生肖 我是熟 落桌 我不喝水 是會划算的 反而 用自己來做 當然 我的客人 是比較少 這樣的事情 我少了 一兩個客人 他們 來到 他們打打 四十分鐘左右 八個字 因為他們知道 這是我來做的 我來做的 這是我來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 更多也不更好 那就是 那就是 終於的 我做了 今天 你要清楚自己的身體 是怎樣的 過一段時間 我不是叫各位打小一點 這不是我的意思 但你要知道 什麼是質素 你拿得多少 不是 打多一點是好一點 不一定的 所以非常重要 是質素 有時候打多了 可能會變壞手 當你很累 你強行去打 你可能會發展一些 壞習慣出來 不要說暈 不要說弄傷 不要說那些事情 所以 今天的分享 要阻止你的腳仔軟 就是 得更多休息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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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通過你的 健康 但最重要的是 你的心態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喜歡 在留言中 告訴我們 你覺得哪些事情 是討論最多 希望我們在私討論 再幫助你們 遇到最後一層的 好嗎 我們再說 拜拜